各位观众,大家好,很久没见了,可能隔了很多时间了 上次应该是电影节前,又来到我们电影文化中心香港的网台节目《香港气味》 这个场景大家都要有些印象,可能要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很快这里也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揭助,你可能在背后有些小纸,可能看不清楚 我们来这里也开始搬新办公室,也告别大家熟知的办公室 去其他地方,但还是回到土瓜华人区,我们都没离开土瓜华人 当然,可能这个场景你会看到又不同了,但现在后面那些小纸,就是代表我们现在清货 大平卖,有些搬不完,就是大家,10元20元,大家除完下座 除完下座,制造一下我们中心的一些各方面的事物,一些二手的书籍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想知道身后这些是什么书,不妨上来电影文化中心的会址 当然,详细地址,你自己去上网查吧,这个东南工厂大厦,在土瓜华那里,一顶楼 这样,说了一点开场白,我想也是我一样做一些宣传 是不是接下来也有这个微电影的工作坊,接下来五月尾 这个工作坊也是在香港城市大学那里,连续星期六和星期日 是五月的二十六和二十七号,连续两天的好日 这样也有很多两岸四地的一些嘉宾都会来去做一个分享 我也看到有些说很厉害,有黄俊,有些其他的,好像黄修平 他们大家的一些人,我们也会看到也有很多影评人,或者不同的教授等等 例如台湾,或者澳门,大陆等等,所以我觉得也有难得的机会可以交流 如果大家对微电影也好,有些人不喜欢微电影,喜欢短片也好 因为近年我们也有很多,例如IFVA,有先浪潮 我觉得也可以多些接触不同的这类界别的有兴趣人士去听的一些座谈 可以一个分享,可以了解近年,无论内地,台湾,澳门,香港 就着这些独立短片的发展,或者有些什么新动向 这个都挺好的,留意五月二十六和二十七号 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微电影的工作坊 做完少许宣传了,我们正式开始,我们很久没有讲的这个节目 我们这次也开了一个新节目,哇,这个节目,很厉害 在四月尾大家都有洗版的 真的洗版,我们被称为智慧老人,也挺特别 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讲的是谁 一个很细爱的高人形象,也久违了我们望前 白头佬了,曾经的白头佬了,现在都已经白骚了 好像仙人,好像神仙,不看人间烟火 很厉害,当然,我们在讲的是采元叔,采元导演 我们也希望作一个小专题,可以跟大家说 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很多人在洗版,很多人都在讲 我们认识的朋友,或是不认识的一些KOL,大家都在讲 但我们看完很多之后,我和Vidham也有同样的说 写的人很多,很多似乎不是很看过采元的东西 我和Vidham不是说是自民看他很多,不是说是看完 但我觉得当中也挺多,挺明显的,我们都很敢而发生 我都忍不住,我平时都很少在那些毛利头的KOL留言 我都觉得有没有搞错,这样也错 池郎周变了销十一郎 我传过给你看一些 我都说不是,这些都可以接受到 亂将另一件事是创误的诠释 胡伴草,不知道会写了些什么 什么吕琪变了李琪 你认识的 一个极端的创误 我觉得,只要大家争取说 但是是不是很准确 一知半解 我觉得似乎是有些需要和大家说 我不是说认识很多 但我觉得不妨大家做一个交流 当然我们错的,不妨大家可以去纽静我们 这是很欢迎的 我和大家说,我想其实都很casual 和大家讨论这一集 例如采元导演的一些贡献 不如先问Vidham 你对于采元宿最早的一些 你认识这个人是怎样的 都是,我当时 当年少看粤语片 多数是有些困难的 我们都是由警察故事 朱涛 朱涛 以前他经常做港姐的嘉宾 或者上《欢乐今宵》 港姐也有做过嘉宾 那时还没进TVB之前去做港姐的嘉宾 因为那时他也继续有导演的 在邵氏或者他的力高公司 那些 他经常在80年代中 或者中后期 经常有做《欢乐今宵》 或者是港姐的嘉宾 就是访问一些佳麗 用他的一个很风趣的言词 和四哥他们一班 就是轮流 做这个特别嘉宾主持 就访问佳麗 也挺有趣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 现在也有机会 看一些《TV Super》 可以看回 80年代港姐的竞选 对 决赛总决赛 有时也找到他们 对 还有《欢乐今宵》他也有上过 也有很多 有时宣传自己的戏 有时就访问他 也有很多 其实我也是 对阳元宵最早 我也是看电视的 那朱涛当然是一个深刻 因为难得他做《大间角》 也对以图体作为 成龙是早期的成员作丹 对他 但另一方面来说 就是 我说我最深刻当然是卡拉伯 我也是 我相信很多身边认识 八九十校都是卡拉伯 白头佬 甚至我都记得很多人文 就是陆远欣 认识 也认为他们两个挺当对的 在昨天的一段时间 当然有黎海珊 李远华 还有派牌 吴振宇 他就是狗 秦皇 当然也有很多人记起 就是后面《珍晴》 有些人好像是大头鹿衣 豆僵士 是 差不多做一个林郑英的角色 是很多的 特别是九十年代在TVB 他都做了很多 这些绿叶 或者甘草 真是纯造演员 去到后期 因为他去到最后都是90年 最后那些什么 《血绸中尚》 就是《小偷》 《阿星》 都是90 所以其实去到那时 真是专心的了 只是去到九十年代 所以我最早认识的 当日后面都很滋滋地 他是做过导演 但是我真的说真的 那时没有什么接触他的电影 就是你说 比较早接触的 可能已经去到八多年 《大丈夫日记》 是 比较早 但其他更早一定没有接触 还有另一件事 我会比较早知道他是导演 或者知道他都拍很多电影 那期九十年代 很多怀旧片 总是有一个角色 是假扮楚源 不知道是不是 真是懒惊男帝 总是假扮一个 假扮好玩艺术 这个镜头是怎样的 好像是在欧洲 很懒惊的 一个导演 被人嘲笑 这些很棒 或者是他自己自嘲出来 新懒惊男帝 梁朝偉叫楚源 他就会出来说 你是楚源 你知道我是谁 有很多这类的 我记得哪怕是无线 就是拍很多怀旧 他主持了那个节目 叫做《新舊欢愚梦》 这一笔一看的 但是很水过鸭背 找到他 懂得这么多这些 当年那些旧文 这么有地位的导演 应该说多些 但是很不够的资料 他和现在的李太 盧淑仪 李克勤太太 他那个节目是做什么 其实是介绍 有访问 有访问 不过就访问八九年代的影人 有些怪怪的 叫他们看 他会播放音乐影片 然后他们一边看 好像平马 那样说 邓碧云当年 就是专做这些 有些浪费了 这个节目 应该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十多集 十三集 我想都是吃着黑玫瑰 是的 那个年代 还有我觉得其他 例如《无线口美》拍的 那些难兴难大 或者其他怀旧 我印尽都很喜欢插一个疑似 彩原 扮彩原导演 就是那类的 就是那类的 就是扮追求艺术 好像什么 就是总是有一个 很被人都挺嘲讽的 但是那种嘲讽 也不是很负面 总是有少少少 就是博大家一笑那种角色 但是当然 彩原除了90年代 在电视客串 或者做一些甘草 其实电影都有 我想大家近期 因为谈论他 也有很多提醒 例如这个 很多 例如他后面的杨千华 又有女添丁 那些都找回他 等等 还有大家很喜欢 但我觉得是一般的 什么精装难的 难题是什么 我就是电影 也会有很多人截断 也会很喜欢截断 甚至大家有熟悉 就是扮想什么 如来佛祖 西游记那些 对于我都很印象深刻的 所以我觉得回想起来 其实你有多好笑 其实他真的是 全心全意拍幕前的部分 其实到90年代才开始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代表作 至少有四至五个 无论他是客串也好 或者更加重气是卡拉OK 也好 也有很多 其实也有趣 其实他真正前后隔尾 也不是真的拍很多 全心的方面 后来他也解释 到后来怎么不再做 当然是年纪大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TVB搬了 就是搬了更加进去 他就觉得 乘机不做了 不如就算了 最初找他出来做卡拉OK 他是开展 刚刚放下 就是不做电影 不做导演 刚刚不知是梁家树 是谁 找到他 他就说 不如你做一下 我都适合做 他就去做 嗯 不过那时 其实那些导演会 他都很活跃 他都经常出现 其实也是 很多人很尊重他 他也是活跃 甚至是导演会 最早期 他也是有发行的 他也是中一部 都是比较重要 而且看回 其实要这么说 其实坐完一向 我觉得他是不介意 在幕前出现的 因为他今天也挺喜欢的 我觉得 当然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英俊 这个是另一件事 因为你看回他 其实还没做导演 或者更早还没做编剧之前 其实他已经有幕前 第一次出现 应该已经是幕前演出 当然是一个客串 就是在梅叔那部云梁 的客串 应该当时 他应该是在内地 在广州 他本身是读大学的时候 他中间因为有病 有病 就来到香港休养 那段就停学 刚巧那部电影 当然有张活友 有他的爸爸做 叫他帮忙做一个角色 就是做一个客串结尾 就是他出一出 跟罗兰有幕客串 这样的 所以他本身最早期 也是在幕前有客串 当然后来他很多电影 也有很多客串 他导演的 他自己也做了一份 其实也挺喜欢的 其实我觉得 在香港的导演 来说 他也是颇喜欢 在银幕出一出 甚至很多是用回 各位口 我是坐着 那种姿态出现的 不是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龙光 就是喜欢扮演一个角色 是 但是他很喜欢用回自己 第一身来出来 向大家介绍 介绍一些人物 是的 就是很多都是我喜欢的 比大家深刻的 例如黑玫瑰与黑玫瑰 开场 他用冷冰 在一个树后出现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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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南华大学 这些东西 就是说的 风苦 他和南洪又出现 好像在那里自白 那样又有 甚至他人不出也很喜欢 声音都出现 是颇多的 72家房客 一开场又是声音 解释这些故事 其实他颇喜欢这种形式的出场 不玩这种东西 我觉得其他导演不多 哪怕你龙光寨是他人出 他都不会说一段对白 或者其他 我也知道 例如其他有很多導演都喜歡客串分子那些電影 哪怕你黃日日日又喜歡 很多 之後又徐克那些 都不是那種出來他好像夫子自道那種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採元叔比較獨特 當然大家都知道採元叔不止他一個 其實他也是演藝世紀 這個其實值得跟大家說 他爸爸將會有 是作為五六十年代 一個很代表性的小生 跟吳楚凡和張英齊明 一個我們說當年很英俊 他的角度是另一方面 但如果看回後生其實真的很英俊 但到五六十年就暴入中年 又領著這種感覺 而另一方面是採元叔的太太 藍紅 其實那天他也出來了 但好像沒有人說 沒有人說 默默在背後的女人 他又沒有出聲 藍紅也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由早期瑜伏片 電視TVB 其他人都有做很多劇集 現在都很活躍於 在粵劇那裏 如果大家有去聽 有時他也有做大戲 就是有唱空 有時也有出席粵劇的場合 反而其實他在 雖然他沒有再做 但他現在反而有些公眾場合 都還出現 如果你有看大戲 如果大家聽到他看大戲的時候 都會出現 因為採元就很心歸 就很少見 甚至乎採元的公子 有個獨生子 張思樂 其實也有出現過一部電影 就是72家房子 就是藍紅的兒子 在裏面做男朋友 這個小朋友 這個也是他的獨生子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金像掌公子的孫女 就是他的孫女 他那個什麼寶貝 什麼綠寶石 人家感合之中 所以我們說 他那個家 也是一個演藝世界 也有很多的出現 所以我想 作為一個回顧 我們剛才說了一個 他的幕前的部分 當然要說回他的 心路歷程也很長 因為我想都不可以一集說完 但是我簡單做少引誓 他那天也說到 他自己有他最幸福的時候 也有他最難堪的時候 也曾經被他稱為 拍過幾部混蛋片 也被人說差點施毀合約 搞到大家要猜 究竟哪一個時候 當然他也說了天龍百步 但其他人也關心他所謂最不堪 那幾部混蛋片 我喜歡看哪幾部 那怎樣也好 我覺得值得回顧 因為他是橫跨 由五十年代入行 五十年代中 一九五九年拍他的第一套 獨立執導電影 胡叛草 輾轉整個 我們說香港語片 最黃金時間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他經歷過 去到七十年代 他先去國泰公司 後來入了邵氏 也經歷了七十年代 國語片獨霸 清霸的時間 去到八十年代 他離開邵氏 自由生 再拍了一部系列的電影 嗯 其實這個時間很長 我想香港 現在的新一批 不要說 那批導演 也已經黎徐黑 他已經說了三五十幾年了 但是我想 以他們的年代來說 採元宿的橫跨時間 五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以至於也挺厲害的 比他鏡頭下的男女聲 是說由張活柔 白燕的年代 中間橫跨到 去到有藍紅謝賢 光雪的年代 再跟著就去到有這個 何莉莉 岳華 惠華 惠堤 或者這個 井莉 中華 迪龍 迪龍的年代 然後再跟著有 張萬鈺 周潤 周潤 周昌 周星馳 都發過了 你說這個跨度 我覺得在香港 去到今天為止 就是少的 沒有什麼 起碼是空前 我不敢說絕口 這個跨度那麼長 橫跨那麼多代 中間是三四代 三四代 對熊那些男女聲 都拍過這麼多 這個是不簡單的 我相信也沒有第二個 我想在目前的目前為止 除了坐完之後 是沒有第二個 起碼沒有誇張 連周潤 周星馳 又拍過張活 尤其是很突然害怕 這個紀錄很厲害 這個是很厲害 這個是一個紀錄 所以我覺得是如何值得 例如我們抽這幾站 和大家去回顧這個歷程 當然我們嘗試順序 但中間可以插很多 我們跟大家去看那些什麼戲 就是去和大家去分享 但是我還未正式 好入正題之前 我想也想和影片說 例如你覺得 你看這個 無論它不同時期的影片 你會覺得 不要說你一定是覺得 拍得最好 你覺得你最印象深刻 是去哪一套 什麼年代都可以的 美國的蔡元素 你覺得最棒 立刻想和大家分享 或者你覺得這套 猜不到 或者你覺得很深印象 現在都很難看 我近 其實我真的這十幾年 才看回那些粵語片 如果我喜歡 可能是這個 有印象 是聰明太太 笨像夫 或者是 一些 或者是 這個 葉凱遺恆 我都幾種OK 那套好像上下集 上下集 我看回 那套我沒有看葉 我可以補看 據說也不錯 不錯 而且也挺正的 李香琴 你罵人 開頭也是他出來 夫子自盜 講一講 你這招他都玩好 很多次 當然聰明太太 笨像夫也是很正的 我覺得在TVB 那時候也做了一遍 我記得 還有之後很多戲都玩了 玩了這套戲很多次 最新的就是《大象夫》 《大象夫》 拍過兩集 2003年 我覺得是厲害的 還有那條招 是正的 幾對男女 那男人又想偷吃 那女人又要做什麼 反走私協會 那一招當然 你是不是坐完最新 我疑心未必是 因為後來回看幕康時 原來大富之家 都已經有什麼反走私協會 但是你會講到幾批 那一類似乎好像坐完走 但據說他好像都是抄西片條 但是怎樣都好 他移植了下來 就很本土 對 還有他後期那一套 是拍於語片 《黃金時期》的後半 嗯 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 水準相當不錯 而且演員的表現都很好 有很多 一批批的 阿肥 又有阿深深 阿迪良 然後有芳心 然後又有阿石修 又有其他 曾光 那很多人 他那個系列的感覺不錯 當然那一套也是拍於語片 打算救忙去玩兄弟斑 學回他父親中聯 當然拍了幾批兩套 還有《冷亂青春》 但《冷亂青春》 我覺得相對是差一點的 但他也是嘗試 他很新穎地拍一些 《飛仔》 《飛女》 那類的 但我覺得他很灑狗血 如果要給當然不是佳作 但你問我 如果你說我真的很推薦 忽然間我馬上想起 就是冬亂 1968年 那部語片 謝賢四哥 和蕭芳芳做主演 接下來的招館也有個組場 但很可惜地放在組場上 沒什麼想看的 因為這套 坊間沒有了 但那套其實我覺得是很新潮 前衛來的時空交錯 中間又玩很多神秘人 蕭芳芳是不是他當年喜歡的那個 又很文藝氣息很重 又橫跨幾個聖夜節 我經常覺得他比2046年早 又玩作家的人 擺明早過梁朝偉 那種氣氛 文藝特質 所以你經常說王家衛 很多人都覺得 如果講幾代團 王家衛可能是楚源 那些位置我會覺得 其實我們有很多前人留下 或者楚然叔 我們今天都應該去吸收 看看 覺得他有沒有一些東西值得去參考 那我想 希望接下來幾集 當然今天是一個引誌 跟大家講講楚源叔 究竟有什麼好東西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想講 我也想講喜劇方面 由主持片到後期 後來我知道 有什麼瘋狂八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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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花心紅杏 那些 都不是說沒有可取 或者是《大丈夫日記》 當然最早期的另一個《大丈夫日記》 是的 我想 William有很多東西想講 當然我又很想講他的文藝 是想道明的其中 還有《浪子》 還有其他早期的文藝片 最出名的是《黑玫瑰》那些 是的 還有他的《古龍片》 《天日明月刀》 《流星回蝌劍》 或者是《玄宇灣刀》等等 還有其他可能不為人知 但我覺得在過去的時間看回 都覺得蠻好看 都蠻耐看的 當然可以一集講完 下集再跟大家講 好 慢慢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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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